近日,美国知名期权大佬詹姆斯·科迪尔遭遇了灾难性的爆仓,据亏1.5亿美金,并且通过视频向290位客户道歉。视频中,他一度哽咽。 詹姆斯·科迪尔在14岁就进入期货市场,在做空交易上一贯顺风顺水,业界影响力也水涨船高。 在近20年的交易中,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有傲人战绩的他,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叫做《期权出售完全指南》,这本书在亚马逊上的评论还不错,除了有私心好评以外,在金融、期权等数级排名都在前30名。 曾经作为市场的胶子,科迪尔在镜头面前几度动容。 那么这个教你如何做期权的大佬怎么会爆仓呢? 原因就是这位大佬过于自信,在没有任何对冲保护下,裸卖空天然气看涨期权。 所谓卖空的意思就是借来东西卖掉,等价格跌下来,再买回来还东西。 裸卖空的意思就是不去借,直接声称自己有,然后卖掉,等待价格下跌,再买回来把账平掉。 换句话就是,我想空手套白狼。 而就在科迪尔公布爆仓的前一天,纽交所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暴涨22%,这可能就是让其爆仓的直接原因。 在给投资者的解释中,他告知投资者,他们账户的余额需要向对手方支付差额已经被全部清空,他不仅损失了全部本金,还欠证券经纪商的追加保证金费用。 You are my family, and I'm sorry that this road wave capsized our boat. In the coming days, in the coming weeks, our office doors will be open, our phones will be answered. 目前,其公司网站关闭,脸书、领英等社交媒体内容全部被清空。 这些客户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向他和他的助理打电话听取解释。 不过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还戴着劳力士手表,不会太糟。 冬天竟然做空天然气66666。 在资本市场中,从风神到衰落,不过是一面之间。 华尔街不相信眼泪。 投资者的资金一分不胜,律师正在召集受损失投资者,准备集体起诉。 一场针对科迪尔的集体诉讼正在发起, 金融市场无时无刻在警告着投资人, 哪怕你是畅销的专注作者,仍然需要把风险二字放在心头。 高杠杆加上忽视基本面,结果注定会失败。 风险二字岂可而戏。 谢谢。